今天NBA继续这场贵赛的比赛,而在猛龙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中,猛龙以7分优势战胜森林郎拿下了本赛季的5连胜,在这场比赛伦纳德的表现也非常出色,他几乎统治了攻守两端, 全场比赛拿下了35分,这也是他本赛季的新高,并且伦纳德还有两个强断和两个盖帽,而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,伦纳德也将成为MVP的热门人选,因为在最近两个赛季,伦纳德就一直排在MVP榜的前三名。 当然本赛季开始之后,他也基本可以我进前三,但就目前来看,有两点可能会阻碍伦纳德成为MVP。 第一点就是伦纳德的上场时间并不是很多,因为上赛季伦纳德了遭遇了赛季报销,目前猛龙主帅对于伦纳德基本上都是让他轮休被靠北的比赛,但这种轮休可能会导致伦纳德没有那么完美。 还有一点就是伦纳德的数据,相比于詹姆斯、哈登、字母哥等球员来说,他的主攻并不是很占优势,场均或许也就两三个,这也会影响伦纳德拿MVP的概率。 除了MVP之外,伦纳德拿下DPO1的可能性比MVP要小,因为目前这支猛龙的防守就非常出色,上个赛季他们排在联盟第五,而本赛季随着格林和伦纳德的加盟,防守肯定会有所提升。 再加上伦纳德的防守数据并不是很上优势,再加上英比德、格林等球员的表现也非常出色,况且伦纳德目前也已经获得了两次最佳防守球员,或许本赛季伦纳德将很难拿下这个奖项,但不管怎么样,本赛季伦纳德拿下MVP的机会要比DPO1的大,毕竟猛龙很可能会成为本赛季联盟排在第一的球队, 到那时伦纳德拿下MVP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,而最佳防守球员也并不是没有机会,只要稳定住目前的发挥,经营还是没问题的。